狐狸猫约了大家一起去烤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努力煽风点火 好不容易可以烤肉了 狐狸猫说 呼,生火真是辛苦啊 我们快开始烤肉吧 但是随着风向的改变 烟的方向也随之改变 大家为了闪避浓烟四处换位置 负责烤肉的卖卖 因为吸了烟的方向 而出现了头晕症状 麦麦说 哎哟,我怎么好像有点头晕嘞 狸狸看麦麦吸到太多烟了 就问她要不要到旁边休息一下 看到麦麦不舒服的样子 狐狸猫想到 是因为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吗 之前学过金属燃烧后 会有什么产物产生 这次变成了非金属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仿照之前的燃烧实验 准备能提供稳定火源的酒精灯 燃烧池 而最重要的是要佩戴能保护眼睛的护目镜 以及我们这次要燃烧的常见非金属 碳 硫 首先燃烧的是碳 燃烧的碳会有红色的火焰 没有特别的味道 也没有看到生成的物质产生 狐狸猫感到疑惑 碳的燃烧怎么不像金属 燃烧后会有新的物质产生呢 于是便寻求小树蛙的协助 看了实验步骤与记录后 小树蛙说 我们知道碳燃烧会有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无色无味 所以观察不到碳燃烧后的产物 狐狸猫又问 这样就不能像之前燃烧金属一样 让碳燃烧后的产物融于水吗 小树蛙表示 看来需要捕捉这个二氧化碳呢 我们先升级实验装置 在广口瓶中加入一些水 并准备玻璃片 将碳燃烧后放入广口瓶内 并用玻璃片盖住 等燃烧完毕后 把燃烧池抽出 使用玻璃片封住广口瓶 开始摇晃 你觉得现在广口瓶内的溶液 是酸性还是碱性呢 狐狸猫说 金属燃烧后的氧化物融于水 呈现碱性 非金属燃烧后融于水 可能也是碱性吧 没想到使用广用试质检验 呈现浅绿色 居然是偏酸性 小树蛙接着说 我们平常喝的碳酸饮料 就是二氧化碳融于水哦 狐狸猫明白了 所以二氧化碳融于水 会成为碳酸 原来如此 于是狐狸猫便跟小树蛙叙述了 烤肉时麦麦头晕的情况 那个时候麦麦吸了太多烟而头晕 可是我们燃烧碳不是产生二氧化碳吗 二氧化碳应该没有毒吧 为何麦麦会不舒服呢 小树蛙想 是不是碳没有完全跟氧反应 变成二氧化碳呢 狐狸猫疑惑 除了二氧化碳 还有别的吗 小树蛙表示 除了二氧化碳外 也可能会有一氧化碳 当碳在氧气不足的地方燃烧时 每个碳只能分到一个氧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有什么危险呢 当我们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 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 导致我们缺氧哦 狐狸猫吓一跳 一氧化碳中毒 那是什么 听起来好可怕 而且为什么会导致缺氧呢 小树蛙回答 我们知道血液里有红血球 而红血球含有血红素 一氧化碳和血红素的结合力 远大于氧气和血红素的结合力 两者差了约250倍 狐狸猫了解了 原来一氧化碳会抢走氧气 在红血球的位置 小树蛙继续说 对啊 所以靠着红血球运输的氧气 就无法被携带到需要的组织 进而影响人体器官的运作 而且因为一氧化碳 跟二氧化碳一样 是无色、无味的气体 所以大家往往没察觉到 已经中毒了 狐狸猫又问 那一般来说 一氧化碳中毒 有哪些症状呢 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就像麦麦那样 可能有头痛、头昏、恶心、呕吐、心剂、眼花、四肢无力、疲劳等 类似感冒或肠胃炎的症状 进一步中毒 可能会嗜睡、视力模糊、呼吸加速、心肌缺氧或梗塞 心律不整、呼吸困难 更严重当然就是有死亡的危险了 真是可怕 那我们可以再把一氧化碳燃烧 变回二氧化碳吗 没错 这等于是让一氧化碳和氧结合 就又生成二氧化碳了 不过一氧化碳还是很危险 所以大家烤肉的时候 要在通风的地方哦 接着 狐狸猫将燃烧的物质 换成黄色的硫粉 一样在广口瓶内燃烧 并盖上玻璃片 可以观察到燃烧的硫 火焰为蓝色 且有刺鼻胃 大家记得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进行实验哦 呃...好臭哦 像鸡蛋坏掉的味道 小树蛙告诉狐狸猫 燃烧硫的时候产生臭味 代表可能有气体产生 等硫燃烧完毕后 将燃烧池抽出 并使用玻璃片封住广口瓶 开始摇晃 你觉得溶液的酸碱性是什么呢? 狐狸猫觉得会跟二氧化碳 溶于水一样 是酸性 使用广用试质检验 会呈现红色 没错 金属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 会使溶液变碱性 而非金属燃烧后的产物 溶于水 则会使溶液变成酸性 对了,狐狸猫 你有听过酸雨吗? 狐狸猫听说过 市区跟工业区会下很多酸雨 林道会变秃头 所以爸爸都叫它要撑伞 小树蛙说 其实大自然的雨水 本来就是弱酸性 因为大气中含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常温时 溶解于雨水中 并达平衡后 雨水的酸碱值约为5.5 狐狸猫觉得很奇怪 雨水本来就是酸的 为何还有酸雨呢? 其实这跟我们刚刚做的实验有关哦 燃烧瘤所产生的气体 叫做二氧化瘤 虽然酸雨的化学组成有很多 但是科学家透过实验证实 二氧化瘤及氮氧化物 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那这些气体 平常是怎么来的呢? 二氧化瘤与使用化石燃料 火力发电厂运作 燃烧含瘤有机物有关 而氮氧化物 主要来自工厂高温燃烧过程 交通工具排放等因素 在日照的影响下 这些气体会与大气中的氧气 以及水气反应 进而转变成硫酸跟硝酸 使雨水过酸变成酸雨 那酸雨除了会使大家秃头外 还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 酸雨会对建筑物造成危害 如大理石材质的建材会受损 也会影响农作物以及土壤 使土壤中的养分流失 影响植物吸收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过度吸入这些气体 也会影响人体健康 所以如何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 是我们要持续努力的地方 狐狸猫将今天学习到的内容进行重点整理 非金属燃烧后的产物溶于水 水溶液呈现酸性 碳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 但氧气不足时 则会有一氧化碳产生 而硫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 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 要请各位同学想一想 我们都说瓦斯热水器 不能装在室内 是什么原因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